来 我们又请潮汐和曹妍走上金家台 刚才雅云老师也跟你介绍 实习的公司可能无法达到你 之前填写的这个薪酬 它的每天应该是150左右 刘染 非常希望能够在 你上学实习的过程当中 给你一个岗位 那宝利豪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这个抖音主播 工作地点在天津 就是每天是要直播多久呢 我们一般每一次直播是三个小时 时间还是有弹性的 可以在你完成学业之后 好 谢谢 六人游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主播和短视频演员 然后你可以周末到北京来工作 好吧 我们提供安排住宿 谢谢 好吧 考虑一下宝利豪和六人游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家 如果都不满意 可以说一声谢谢再见 结束你今天的面试 你最后的选择是哪一边的 我选择宝利豪 祝贺曹妍 祝贺刘软 感谢潮汐 选择宝利豪的原因是因为 我是长期在天津在校的 他是可以在校播的 然后呢我考虑到了地域的问题 很感谢潮总能够提供这次机会 然后我觉得以后也有可能 会选择你们的公司 非常开心 很满意 在大学期间也可以得到一份兼职